喂 喂 郑平啊 在哪儿呢 张总啊 我 我在海边晒太阳 喝下午茶呀 真会享受 别逗了 跟您比我差远了 我这也是眼看年假就要过期了 才想起自己好像 两年多都没有收个假了 是 是 你绝对是我们公司的劳模 不过郑平啊 你这假修得有点不是时候 好 人家都说公司的老板 希望自己的员工 一天二十四个小时 一周七天都为他们卖命 当然了 我们张总不是这样的人 是吧 那当然 那当然 郑平啊 你也知道 过两天就是方天的说明会 你这个时候离开 我很难办啊 其实我这次来美国呢 主要是因为我男朋友 他想我了 他一直催着我过来看他 又瞒着我呢 把机票给买了 事到临头才告诉我 因为他呢就怕我推脱 说工作忙我去不了 所以他来怎么做的 张总 我这一次真的是帮不了你了 那我人已经在美国了 我真回不来 我对不起啊 其实 帮他死人才挺多的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说明会 换水桨都一样 放弃我们的资料 准备得那么齐全啊 小声点 打电话呢 张总 我在夏威夷的海滩 对啊 这样传太多了 太闹了 实在不好意思啊 正平啊 那哪能一样啊 你看 这方案是你做的 所有的内容你最清楚 这要是换了别人 客户一提问 肯定一问三不知 这样吧 机票后公司出了 先回来 等方天的暗门过 我再给你出去 美国的往返机票 另外再给你一周的假 张总 张总 你不要再为难我了 这工作间都已经价值了 我也应该为我自己的将来 打算打算 公司的将来 不就是你的将来 其实 我早就不打算了 等方天的暗门落实了 我就生日了 只不过 我得让大老板 看到你的能力 才好提拔你 是不是 是 太谢谢你了 张总 谢谢你提吧 我怎么好意思这 那就这样吧 就定了 我让周琳给你订回来的机票 不用不用 机票我自己订 谢谢啊 再见 来